好 继续要带您看争议多时的北投缆车 最近又有新的发展 台北市环保局明天即将召开环评大会 但是北投在地的几个社团跟里长 今天先高分辈表达坚决反对的立场 不过在他们开记者会的现场 却有其他支持新建缆缆车的民众前来踢馆 双方对立 气氛火爆 不愿不愿 大家来作为 缆车不要去啦 出身北投的音乐人陈明璋 导演林正胜都站出来反对北投新建缆车 大太阳底下还有婆婆妈妈 在地居民也自制标语表达心声 台北市政府打算以BOT方式 在北投新建全长4.8公里的缆车 从北投公园出发 终点站在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对面 环评的前一天 在地居民出了质疑盖缆车的效应 他们也担心百年历史的北投公园 及绿色图书馆将遭到破坏 而且缆车行进路线的地址 恐怕也会造成崩塌 他的塔柱从第一根到第十五根的底下的机桩 全部的研盘都是完全风化或高度风化 不过就在记者会的现场 也有支持建缆车的民众前来踢馆 场面一度火爆 北投缆车在二十三年前开始规划 甚至已经动工 二零零六年爆发承包公司 行贿官员的弊案被迫喊停 如今承包公司卷土重来再起还评 依旧是正反两方意见两极 充满争议 记者林中午郭俊林台北报道